當然我們在後面上打了一個文字出來 簡單的Ella Trader 然後字型我先換為比較中規中矩的 因為這在做效果會比較明顯一點 接著我們在右邊看到外觀面板 外觀在這裡然後拉出來 外觀面板有一個使用先決條件 最理想的狀態呢是要把本身的填色都先關掉 當然我們不管也能做啦 自我意見你都要關掉 所以先把他的筆畫跟物件填色都不填色囉 變成透明的狀態 看到外觀面板之後呢 左下角這叫新增筆畫填色 新增物件填色 新增效果 那不管你是要先新增筆畫或物件填色都可以 都會帶出另外一個 效果都是一樣的 那我先新增筆畫填色之後呢 就把筆畫給加出 那筆畫加出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尖角不好看 所以我把筆畫點一下面板跑出來 轉成圓角的 我會覺得這樣比較好一些些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填色呢 直接往上翻 填色就可以配上我們要的色彩 你就會發現它就有兩層的效果 那如果覺得不夠的話呢 可以選一下筆畫之後再新增筆畫 然後拷貝喔 拷貝複製項目 所以兩個是雙胞胎嘛 我們就把上方的這個筆畫條細一點點之後 然後顏色調亮 你就會發現很簡單就可以做出三層的效果了 黑色灰色白色就三層了 那繼續喔 那如果這邊在調整的過程上覺得還不夠的話啊 我們可以點在最上方文字這裡 點在文字這邊喔 把效果打開從這邊做 或從這個效果打開都可以 我們可以找到我們剛剛學過的彎曲功能 然後去做弧形 文字就變出來了 然後效果隨時都可以調整它 好了 只好確定 如果還是不喜歡的話呢 這邊可以再打開來繼續做調整 繼續變化 那都完成覺得沒問題之後呢 在我們的繪圖樣式這邊 請按下新增符號 將它記錄進來 未來不管你打了任何文字 只要一點 效果就馬上套上來了 很好用 這些外觀面板 很像Photoshop的樣式效果 所以你要花一點時間去做設計的話 記錄下來 未來你的主標體在設計上都會很輕鬆 有你原本的素材原金就一大堆了